接下来的区里走透透单元带您来认识中山区的建坛里 来到中山区建坛里内的崇石区民活动中心 立刻就会被建筑物两旁耸立的大片绿色直升墙所吸引 理想说除了直升墙之外 区民活动中心的顶楼还设置了绿屋顶 以及太阳能光电系统 不但让整栋建筑充满绿意 同时还达到降低温度以及节能减碳的效果 我们在屋顶我们做了薄层的绿屋顶 那在我们围墙的周遭我们做了垂直绿化 那我们更将这个活动中心的水收集起来 我们雨水回收来灌溉我们的花木 除了节省浇灌植栽的用水 里内还设置了三处中水回收桶 将流入水沟的灌溉用水进化后提供浇花使用 补足了雨水回收不足的情形 我们就想到用中水回收来教我们社区 以及活动中心的花木 所以说这个直接在于节能减碳上面 有实质上的帮助 所以说我们在省水方面达到70%以上 那我们降低用电量大概节省用电大概29% 里内的环保设施还不止如此 为了让落叶能够再利用并且成为植物的养分 里长还设置了三座落叶堆肥箱 而另外在落叶堆肥箱附近则是有一大片的篮球场 旁边还规划了小型步道与造型特殊的装置艺术 里长说这里原本是军方的闲置空间 过去杂草重生环境脏乱 经过里长近十年努力不懈的争取 终于让这个空间改头换面 我们希望说能够带点公共艺术 用艺术介入社区的这种美的概念 生活美学 那我们透过了国防部跟空军司令部的协调 因为他们在我们这边兴建期间 希望能够蹲起木铃 他们就制证我们一个公共艺术 这个叫蒲公樱花 来符合了我们自然生态的一个态度 在充满绿域的建坛里内 还有一座小型的生态池 四周种满了各种水生植物 可以说是小而美 不过里长说会有这座生态池 可以说是无心插流的结果 本来建坛里立行商业公园里面 没有生态池 是因为我们这个坡度 是个坡度的一个地面 那个灌溉水流到我们公园的人心道 让老人家因为青态长得太多 让老人家会摔跤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节水沟 把水排出去 后来大家很用心的 我们就把它塑造一个生态池 那生态池它可以增加我们社区很多的乐趣 在里内不时可以看到 碧里长跟社区的长辈们打招呼 就像是自家人一般亲切 担任里长已经第三届的碧里长说 在当里长之前 其实并不是住在建坛里 而在竞选里长时 却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因此他非常感谢里民支持与信赖 他将不负里民的托付 便持初衷用心的为里民服务 中家台北新闻林行会采访报道